嗨,大家好,我是歐馬 去過板橋435藝文特區的朋友有沒有發現 在裡面有幾棟色彩繽紛塗鴉的建築 那其實它是由一群藝術愛好者的共住空間 藝術家公寓 很多人都會好奇藝術家公寓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今天呢,就讓我帶你們去發掘這個神奇的空間 藝術家公寓呢,是整合了創作展演還有住宿的複合式空間 在這邊呢,舉辦了無數場很精彩的藝術交流活動 而且也提供給這些藝術家很大的舞台還有資源 那很像一個藝術家的孵化器 那這邊非常多功能的空間呢,也深受這個社群的喜愛 位在板橋435藝文特區與公館的寶藏岩國際藝術村 都是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的藝術家公寓 為陪食更多藝術人才及解決創作空間不足問題 政府用低廉租金吸引相關產業人士進入並加以改造 像435藝文特區過去式軍用宿舍 其中三棟於2013年到2016年委託自由人藝術設計團隊管理 將70個五坪大的房間改作為工作室 供藝術家們進行研究及創作 每個房間都充滿創作者的故事 還有小部分空間改作為藝術家的Airbnb 供來這邊辦活動的團隊可以申請入住 另外台中的自由人藝術家公寓 它原先是家餐廳 五層樓公寓在重新改造後成為一個結合家餐空間 工作室住村等的集合式藝術空間 不僅有咖啡廳及甜點工作室還有酒吧 讓住在這裡的藝術家 住宿工作娛樂三個需求一次滿足 而且集合式的藝術空間好處在於 藝術家的展覽活動可以一同整合行銷 讓名氣高的帶動名氣低的 或透過一些好的企劃提升能見度 這對藝術家來說或許是最大的價值 藝術家公寓這個模式可以不斷地被複製 一來藝術社群有需求 二來改造成本相對低廉 因為藝術家就是一群最好的空間美畫師 看完藝術家公寓之後 是不是覺得即使自己不是藝術家的身份 也很想進去體驗一下裡面的氛圍呢 那其實藝術家公寓它有幾大好處 第一個的部分其實是非常節省租金 因為對這些藝術家來講 他不用租一個地方 然後或者是辦展覽又另外一個地方 要付到兩次的租金 所以對他們來說其實是節省成本的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 對他們來說有這個社群聚集的好處 因為身為藝術家通常都是比較孤聘的一群人嘛 所以如果有一個很棒的環境 把他們聚集起來的時候呢 他們要交流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合作的話 可以插出更多的活化 最後呢從資產活化的角度 因為藝術家如果住進一般的租屋呢 房東不見得會願意讓他們就是想怎麼弄就怎麼弄 所以呢住進藝術家公路的話呢 基本上整間房子就可以讓他們盡情的發揮 那畢竟藝術家他們是一個固定的社群 一方面他們也可以把空間弄得美美的 所以大家不覺得其實藝術家公路 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資產活化模式嗎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